2021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 5月16日 第五届西藏智库国际论坛在北京举行 论坛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 40多位中外专家学者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展开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王林贵回顾了论坛发展历程 他指出当今世界大国战略博弈全面加剧 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 人类文明发展面临新机遇与新挑战 都有了新的时代特征 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 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人民共同的期盼 这个和平发展 共享发展的作为全国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的期盼 特别是在当今世界国家之间利益相互交织 各个国家应该摒弃意识形态的偏见 相互借力相互成就 共同的应对全球挑战 中国的发展得益于 同世界各个国家的开放合作 同时也为世界提供了持续发展的动力 和巨大的市场空间 所以说合作共赢是时代 和各国人民的共同的选择 面对人类发展的共同的挑战 面对区域合作的共同的期盼 就需要我们 需要世界各个国家的专家学者 共同的探讨 谋求应对之策 寻求解决之道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局长王雷表示 70年来 西藏社会在和平稳定发展方面 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成就 70年来 西藏各项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经济民生生态和边境稳定等各方面都取得长足进步 藏族人民正昂首阔步 迈入全面小康的新时代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教授谭格伦夫在主旨演讲中表示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西方学者对西藏研究的范围逐渐扩大 但西藏的语言和宗教仍然是最吸引西方学者的研究领域 当天来自中国 美国 英国 日本 挪威 尼泊尔 保加利亚 埃塞俄比亚 巴基斯坦等国家和地区 数十位专家学者 围绕70年来 西藏社会发展取得的伟大成就 以及新时代背景下 喜马拉雅区域民族 历史 生态 与社会发展等议题展开讨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